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树莲学习Learnings 这节课是我们比较关键的一节课 因为这节课后边会关联了几个服务 一个是阿帕奇 一个是Ngix 还有一个是Tomcat 这些课程也是我们本阶段 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为啥这么说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学了DNS 学了DGCP 学了FTP 学了等等等等 好多好多服务吧 对不对 从常用角度来说 我给大家说的 阿帕奇 Ngix Tomcat 这些最最最常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是web服务器软件 你可以想一想 哪家公司 没有网站 有的公司有好多个网站 这些网站放在哪 是不是要放在服务器上 要靠谁来发布 共享到网络中 就是我今天 要说的 阿帕奇 这些软件通通是走的HTTP协议 所以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下HTTP协议 从我的讲的深度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重要的 我会讲的东西 要比市面上任何一家培训机构 讲的多少多少 如果是占比比较浅的 我会给大家呢 带一带 交给大家会用就可以 所以呢 从我的课篇幅上 你可以看到 阿帕奇 Ngix 讲的是最多的 因为是我们最常用的 包括Tomcat 所以呢 大家呢 要从我的课程的大纲上 要体会得到 我的这个课程设计的用心 我就希望大家学完以后呢 立马就能够上手 使用 所用据所得嘛 对不对 所学据所得 大家学会以后呢 立马就能用 把你的 你可以做自己的个人网站 你可以给公司 去做公司的网站发布 对吧 这些呢 这就是我们日常工作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啊 所以呢 我呢 第一个 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HTTP协议 说了这个以后 明白了HTTP协议 我们再去学软件 我们就会 从理论上 我们就会得到 基础 先打好基础 做好我们的学习的 预备工作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HTTP协议 我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 主要呢 讲五点啊 第一点呢 还是HTTP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怎么回事 协议我说过 它呢 就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法律法规 是不是 它只不过是对计算机进行了规范而已 HTTP协议 它到底是做了些什么 能干什么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 第二个呢 会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的用户访问 也就是说 每天作为一个用户来说 都会去上网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访问 book.itw.com 是不是就在上网 你访问百度 是不是 那么你访问一次页面 这个过程经历了哪些步骤呢 以前作为客户 作为用户 我们可以呢 不关注这些 但是啊 我们现在不是用户了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管理者 作为一个管理者 是不是你要去考虑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用户从浏览器访问到我们的网站 这个过程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呢 这个过程 我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解释 这一下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些问题 如何优化用户的体验 如何把我们的网站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 红色的依旧呢 是我们的重点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你理解啊 请求头和响应头 什么是请求头 什么是响应头 出现在什么地方 一会儿呢 就跟你讲 哎 你自己好好地琢磨琢磨 好吧 一会儿呢 最后呢 给大家说两个常见的 第一个是常见的请求方法 http请求方法有哪些 干什么用的 要让大家了解 最后呢 我希望呢 能说出最少 学完以后啊 能记住 六七种 这种常见的请求方法 因为我们将来还会为以后的课程做准备的 对吧 我以后还会给你讲CDN 那么你要不知道请求方法的话 那你怎么做CDN 是不是 好了啊 我们的最后一个会给大家说一下常见的错误代码 你访问不上 最简单的 我们比如说出现404了 403了 是不是 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常见的代码代表了什么问题 这个呢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五点 好了 那么把这个五点都说完以后 我们这节课就完事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任务 来吧 一个一个的来 首先呢 第一个 说一下http协议啊 首先http是一个协议 啊 它是一个协议 你要知道 看一下 http呢 是一个属于应用层的面向对象的协议 哎 面向对象 对不对 在讲预科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tcp协议和udp协议 对不对 tcp协议是不是面向对象的一个协议 udp是 不是面向对象的一个协议 是不是啊 正好嘛 可靠不可传输 那么从这句话里边 你可以得出结论 http是一个属于应用层的协议 它是tcp线的 类型的协议 对吧 应用层的协议 它属于传输层的哪一个协议 tcp嘛 类型的嘛 是不是 因为它是面向对象的呀 对不对 所以呢 http一次访问 就肯定要经过三次握手 四次段开 对不对 要把我的知识点连贯起来 我们要去从自理行间去回顾 我们之前的东西啊 由于其简洁 快速的方式 适用于分布式超媒体信息系统 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较专业的 一会儿呢 我用白话给你解释一下 它呢 于1990年提出啊 经过几年的实用和发展 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扩展 那么怎么说呢 从提出 从0-9开始到1.0 1.1到2.0 这几年短短时间 已经发展到了2.0 那么这几个协议啊 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那么这几个1.0 1.1和2.0有什么区别呢 到后续的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些版本它有什么变化 我刚才说了 http协议呢 是一个tcp协议 对不对 好 它采用的是BS模型 那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CS模型 是不是啊 CS模型呢 其实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 是不是啊 那么BS是什么 浏览器和服务器 你想一想 你访问网站 是不是需要一个浏览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360浏览器啊 谷歌浏览器 QQ浏览器 对吧 你访问页面 肯定能用浏览器啊 所以呢 它是一个BS模型 那么http协议呢 是用来传递数据的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 htm文件 图片 查询结果 这些呢 都是我们用来传递的数据 你想想 你访问的一个页面上有什么 是不是首先有个页面框架 就这个页面长什么样 页面模板 对不对啊 其次是不是要有文字 还要有图片 是不是啊 还有数据库的查询结果 比如说 你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是不是从数据库里得出来的 是不是啊 对吧 所以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http协议啊 http协议看了这个片 你需要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下边这句话 http协议是一个TCP协议 采用BS模型 它是用来传输数据的 在网络中呢 将数据 从服务器 传到你本地 就这么一个东西 也可以从本地 将数据呢 传到服务器 这叫上传和下载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http协议啊 就是我们最后的这句话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它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协议 用来干什么 用来传输数据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版本分类啊 那么http我刚才说了 发展特别快啊 从90年提出 到96年的1.0 到99年的1.1 到2015年的2.0 这就是这几年的发展 更新迭代特别快 它是我们互联网中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协议 因为什么呀 web 全世界的服务器 web服务器 占第一 占第一 几乎呢 占了百分之六七十 甚至更高的份额 全部是web服务器 所以你想一下 有web服务器 就需要用什么 是不是就需要用http啊 是不是啊 好了啊 看过这个以后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它的特例 第一个呢 支持客户服务器模式 也就是说BS模式嘛 对不对啊 你不要把它想成cs 准确的说叫bs 第二个呢 是简单快速 然后呢 客户下服务器 请求服务的时候 只需要传送 请求方法和路径就可以了 我刚说了 请求方法 一会儿给大家讲 是不是啊 那么好了 最简单的请求方法 我们常用的请求方法 有什么 get 下载的意思 还有什么 head 还有post 每一种方法呢 规定了客户与服务器 联系的类型不同 get 就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下数据 下载 那么post 或者是put 就是要什么 要上传 哎 就是这么一个啊 根据类型请求方法来决定 你要干什么 对不对 还有一些请求方法 你要delete 要干什么 要删于数据 要删除服务线的某些数据 好了啊 请求方法 慢慢给大家说 也就是说 请求方法定义了 我们要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客户向服务器发起请求的时候 一定要指定请求方法 还有指定什么 路径 我要对谁做操作 做什么操作 上传 下载 是不是 好了啊 由于http协议简单 使得http服务器的程序 规模小 因而通信速度更快 因为它简单嘛 协议简单 那就快嘛 是不是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到OSI7层和TCPIP4层的时候 网络模型的时候 OSI7层为什么没用 太复杂了 你越复杂 反而呢 用的人越少 为什么 占用的资源多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http协议呢 它呢 比较简单 所以呢 用的人比较多 第三个呢 特点是灵活 因为http协议呢 允许传输任意类型的数据对象 你比如说 可以传输文件 图片 音视频 都可以吧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过程 只不过是我们在传输的时候呢 contact type 用这个字段来做标记 哎 用这个字段 我找一下我的笔啊 我给你画一下 我这个换成新版的PPT的那个 新版的那个 PPToffice以后呢 这个笔就不好用啊 笔就不好用 在这个啊 contact type 也就是说 我要传输什么对象的时候 只要用这个type contact这个字段 加以标记就行了 我传的是一个 文本 就以text来标记 我传的是一个图片 那就用图片类型来做标记 这个呢 讲请求头再给大家说 好不好 所以呢 它是可以传输任意对象 也就是你可以使用http协议 传输任意 你想传输的东西 第四个呢 无连接 哎 这个东西啊 倒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无连接的含义是 限制每次连接只处理一个请求 服务器处理完客户请求以后 并声道应答 即断开连接 采用这种方式呢 可以节省传输时间 这是一个特点啊 这是一个特点 我不是说的优点啊 别到最后我优化的时候呢 我想做成长连接 你说哎 它是个无连接啊 或者是短连接啊 你为什么要做成长连接啊 这是一个特点啊 无连接啊 就是正反面 你怎么说 如果是说节省时间来说 这种短连接是最好的 你可以把它叫做短连接啊 因为我们会 以后会做长连接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处理完一个请求以后 经过三次握手 好 处理请求 好 四次断开 完事了 活半完了 是不是啊 但说的话呢 如果是说你的web服务器 特别繁忙的时候 平凡的三次握手 四次断开 你的服务器还要不要活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根据应用场景啊 你可以选择短连接 或者是 也可以设置长连接 无连接的同时呢 还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咋们说 而这ttp协议呢 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记忆能力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带着 你 我不要带你了啊 我带你 你看说我攻击你 是不是啊 我带着 张三 去找李四 告给张三说 这是李四 哎 李四 也认识了张三 张三也认识了李四 好 这是不挺好呀 对不对 突然间张三有事 有事 出去溜了一圈 溜了一圈 后来再跑到李四跟前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李四是谁了 为什么呀 他没记住 他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没有记忆能力 所以的话呢 这是我们http的一个特点啊 缺少状态意味着 如果后续处理需要前面的信息 他就必须要存传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是说我没有去操作的话 你比如说啊 我打开了一个工商银行 我登录了账号密码 是不是登进去了 好 现在登进去了 我点了一下 查询我的余额 就跳转到另一个页面了 那么http会重新建立连接 也没有状态 这个时候还需要你 收入赤账号和密码 这样你是不是会反思呀 对不对 所以呢 无状态协议呢 我们后来呢 也给他做了补充 就像短连接一样 我们也做了补充 我们最简单的 cookie和session 就是用来弥补 http协议 无状态的一个 毛病 我们来提出的 所以呢 以后呢 会给大家说到cookie和session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特点 说了他的特点 这里边有优点 也有缺点 对吧 简单快速优点 灵活优点 无连接 无状态 这个呢 要看应用场景 既可以理解为优点 也可以理解为缺点 我说的是特点 我没有说有缺点 是不是各位 好 那么你要知道啊 在这里边 你要知道的 看完这一页 你要知道的 几点 第一个 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BS 模型的软件 第二个 它可以呢 传输任意的数据对象 第三个 它是一个无连接协议 也是一个短连接协议 第四个 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这都是特点啊 我们将来都会跟我们的应用上 都要有相对应的处理方式 我再说到短连接 我再说到无状态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不好 好了 如果大家听的不是很明确 这段再听一遍 好吧 反正是录播 大家呢 认真听就是了 好 说了它的特点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有一些相关术语 你比如说 我说 你的URL是什么呀 你的URL是什么呀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 咱们要沟通 是不是得要有共同术语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要不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东西 那咱们是不是沟通不了 你问问题 我都没法跟你回答 是不是 对吗 URL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就是定位这个资源 在网络中的哪个位置 大家想一下啊 把网络想成一张大网 你闭上眼睛想 浩瀚的一张大网 你想找到某一个图片 你怎么找 就要通过什么 URL URL代表的是 这个资源 在网络中的唯一的一个定位 就像东京多少 北北多少一样 就是会进了那个点 去那个点 就能找到这个资源 你比如说 这个1.GPG 这个图片 就是一个资源 你要想访问 这个1.GPG 这个资源怎么办 那你就需要跟上 这个完整的路径 前边的是域名 域名对应的是IP地址 对不对 是哪个机器上的 哪个目录下的 哪个资源 看到了吧 这就是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 定位一个资源 在网络中的位置 URI 叫统一资源标识符 定位的是 某个机器里边的 资源的路径 就是啥 就是我们域名后边的 这一段 就叫做URI 这个是一个绝对路径 就是说 我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找到它 这个是一个相对路径 这个只是 它必须在某一个机器内部 才有效 如果是在机器外部 就没有效了 因为你只要 我说个 以面这一点一点 国庇 哪台哪个机器的 新拉的 百度的 搜狐的 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边 各位 一个是资源的 绝对路径 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都能找到它 一个是相对路径 只相对于本服务器来说 是指的是 服务器内部的路径 知道了吧 各位 好了 在这里边 你要知道 URI 就是我们域名后边这一部分 URL 就是我们域名加URI 这一部分 知道了吧 各位 好 一个定位的是 在网络中的位置 一个是定位 在计算机中的位置 好 这就是我们的 术语 听明白 这两个将来以后 我们会常用的